当然明白了 怎么能不明白 我就不该出来玩 我这就叫做刺头龙跑 小朋友 我就想问问你 你到底是怎么得罪灯光师的 看着你 我情不自禁想唱首歌了 蓝脸的豆尔顿 豆鱼马 红脸的冠宫 战场上 这位宝宝有自己的睡觉姿势 没错 那就是抱着脚睡 喂喂 这样你也能睡着 你这是天生练杂技的料 夹娃娃机这种东西 就是充满了惊喜和刺激 在娃娃没有成功掉出来之前 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成功夹起来之后 充满了期待对不对 怎么样 惊喜不惊喜 刺激不刺激 狗狗之中要论平衡性的话 我一定投金毛一票 下面这只就平衡性超棒 主人在他的脑门上 不停地用食物搭积木 他不但完全不为所动 而且还特别稳 太厉害了 吃饭我所欲言 睡觉依我所欲言 二者其实可以兼得 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供 边吃边睡什么的 小菜一点啦 亲子捉迷藏开始啦 小萌宝你可千万别被爸爸发现哟 好主意 藏abil算是 我最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打杂盾 own 있기会这样 你ächst用水 介绍在枇杏杏里甩 一秒钟就被爸爸发现了 吃货就是即便大病出狱 也绝对不会放弃手中的食物 当妈妈要拿走她的饼干时 瞬间崩溃了 绝对不能忍 你怎么能拿走我的饼干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真过分 当妈妈再次拿走之后 哭得比上次更伤心了 都没办法坐起来了 伤心的不能自疑 最后来看一个对下楼这件事 理解得格外深刻的宝宝吧 所以她开发了自己独特的下楼方式 没错 就是倒着下 外外 与其说是下 不如说是滑吧 孩子 你这是把楼梯 当成滑滑梯了吗 还不满足一下结束 还再往上爬两层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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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下楼还真是一件让你特别开心的事情 再见 再见 嗯